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動漫晚睡 我是阿森 大家好,我是翠爺 是,我妹 對,那... 說回收聽方法 就是在Facebook上搜尋電口 拖車就找到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會定期更新節目 另外呢 這個Youtube頻道我們也有 因為最近有些友台的人 表示原來是會... 不知道會無緣無故幫你剔走那個訂閱 或是訂閱旁邊的鈴鐺 有時候會幫你取消了它 大家留意一下 最好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最好簡中按一下鈴鐺 去密切留意我們的更新 另外還有這個 電口Otok綜合討論區 也是在Facebook上的 歡迎大家加進來 跟我們一起聊聊聊聊聊聊 我也不下數十次說了 Facebook是真的一個垃圾來的 是啊 是啊 那... 不如說一說一說一段時間吧 就是... 阿朱西伯格又有一單大鑊東西給大家 給大家吃一塊花生 就發覺原來它爆了我們 好像爆了我們的個人資料出去 其實這個是一個早已經公開了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他這次直接被人斷正 這樣他會跑不掉 是不是說會炒他 有些人說會 什麼啊 他講得很好 如果我不可以守護你們的私隱 我也沒有資格再服務你們 他是這樣說的 究竟他是不是會在Facebook上 我就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整個Facebook先接了他 是啊 現在你撿就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要不每個市民進回四千元給我們 哈哈 每個用戶進回四千元給我們 現在那四千元都很難申請 我應該申請不到 我應該算過 而且你不一定是拿齊四千元 算差額又不知道算到多少 算差額我想我應該拿到幾百元的 嘩 我都不預計自己拿很多 他還收過退稅 是啊 是啊 嘩 大家發現原來薯片也不是太差的 哈哈 這樣比下去而已 那就不說這些了 那 今集就 其實是七夜提出想說的 是啊 要想說很久之後 一直都很多事故 哈哈 哈哈哈哈 相隔了多久呢 這個已經是 一個月而已 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 大概一個月 應該不夠一個月的 三個禮拜左右 是啊 其實跟一些獎項有關的 其實原本我也想著放棄 但是我聽完某一個台說完 有些call out的東西 所以不但一定要說 是 那我應該謝謝他 因為我本來想不到話題說 那既然那個台擦盡了你 啊 要你繼續開這個話題說 那讓我們有話題開到一集 那我應該謝謝他們 是不是應該 不要緊的 話題這件事呢 只要你一路向前走的話 路就在前面 哈哈哈哈 不要再玩團長了 哈哈哈 不要再玩團長 你當我們是誰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這麼討厭 都開始有點同情 你們不要再玩 哈哈哈 只要你一路向前走 我就會在前方等著你 我就會在前方等著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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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哈哈哈 要記住隻手指會向前 不要緊 我現在實際的壓力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發出什麼聲音出來啊 哈哈哈 你知道我是誰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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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還要記住一定要趴在地上 你怎麼在地上 聲優獎 電影界有奧斯卡 動畫界自然都會有各式各樣的獎 聲優界自然都會有自己的聲優獎 說回這個聲優獎 這個聲優獎其實是在2006年 因為當時是說 外國影片輸入了日本五十周年 其實因為外國影片去到日本有催替 開始有背音 就用這個名義去從2006年開始搞一個聲優獎 搞到現在已經是今年頒的 已經是第十二回的聲優獎了 是 那麼久的 簡單很快地解釋了這個聲優獎的由來 但是這個聲優獎從2006年到現在 固然之如果有留意聲優 其實是一個都很有代表性的活動 但是隨著 他的 界數的增長 幣處也都 越來越多了 甚至乎去到 上一年第十一回的聲優獎 其實可以說是 幣端的巔峰 在第二十一回的聲優獎當時 男女主義是頒了給阿神龍之間 和阿尚伯石民陰 因為當時你的名字是整個亞洲 或者可以說全球 是挾爆的時候 就以這個明星排行 排頭位去頒了獎給他們兩個 當時就有些熟知行情的 就會覺得很難 你這樣頒 他們兩個其實就不是配得很好的 而有些不能熟行情 而又很難航籌外的又要加把口罩 現在的聲優賣樣多 所以實力不夠人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第十一屆的聲優獎可以說是 我個人認為是這個聲優獎 就是閉處年齡的時候 可以說是黑歷史中的黑歷史 去到現在最新一湖第十二會 其實就有些撥亂反應 但依然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們這次節目主要會說 閉處究竟是有什麼閉處 還有在今年第十二會這個聲優獎 這個頒獎名單上會不會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主要說回這兩件事就是 OK 其實 但是對你來說 其實應該都吵了很久 很多人都說 其實這個聲優獎對你來說 出現了什麼 其實你覺得是不公正的 是不公正的 還是結果是有些曖昧 或者有些不合乎 或者說那個得獎的人 跟那個獎的名字好像不太關事 是不是發生了這些問題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除了上一年的地獎不戒之外 其實我覺得 沒有說過 頒獎出來 就很嚴重的不相符的情況出現 但是其實你就 很明顯看到那個弊端在哪裡 其實因為其實 聲優獎那麼多年來 他得獎的條件其實 他雖然說是有公眾投票的這個元素在這裡 但是其實他的評審機制 其實一直以來 其實沒有真正的公開 究竟就是 究竟這個評審機制 出道來的結果 其實是100%去跟這個公眾投票 還是好像TV那樣的 公眾投票一般 然後什麼專業評審一般 然後又或者是 根本其實公眾投票是 做馬的 根本專業評審才是 才是 100%的 其實這個 評審的 標準其實 一直實際上沒有 真正公開過 那其實是 這件事其實是 在公信力上面這個獎 其實 一直以來都是有一點點瑕疵在這裡的 但是其實這麼多年來 頒出來叫做 未到100%可以肯定 我不能夠 未出現過這種情況 去到 上一年第十一屆的時候 就是 上八十萬一 和十無龍專家 那我就肯定 嘩 為什麼要頒給這兩個 就是 將這個 閉處去 狠狠地 揭露了在這個 圍內的眼前 就說原來 這個獎 評審的標準其實真的很有問題的 之前就算不知道標準是什麼 但是 出來的結果大家都叫做接受的 但是 其實有一年都是有一點點疑問的 在第九回的時候 主演女優賞當年拿的是 神田生亞家 神田生亞家是誰的 神田生亞家是 重田聖子的 那神田生亞家為何拿呢 因為當年是 冰雪奇緣 他就配 阿安娜的 那年就是 就是給了他 當年其實都叫做 有些質疑 但是 阿安娜那時候 神田生亞家 都叫做是 自己親自去拿 和一開口 其實他都已經 自己有對自己的質疑 就是 其實我不會有 我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 反差 反彈那個 聲音 就沒有 沒有上年那麼大 因為上年是 神龍之駕又不去 上八四文章又不去 純粹人又不見 筆都沒有 就是說 巴美兩個 真的很明顯是 做鬍子這樣做的時候 反對聲音是重很多 就是做得很難看 而且上年 有星之營 有阿祖劍沙漬在 局對比更加大 那時候最多人吵的 其實 你的名字好不好看 我們都評過 不說太多了 但是 至少在配音方面 你都會覺得這兩個演員 做配音員 那麼 都看 其實都聽得出是差一點的 就是 那個交流是不太做到的 但是 相比之下 聲之營的效果很明顯是理想很多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純粹因為這部電影很收得 很多人看 就代表那兩個配音員是否真的配得很好 現在不一定的嘛 這件事可以是角列的嘛 但是這一次是因為這部電影收得 所以就變成搬了幾句他們兩個人 而我們又不知道 而有留意開這個獎的人 又不知道他的評審制度是怎樣的嘛 令到更加多人質疑他的可信性 就是我這樣歸納 都行的都行的都行的 是OK 那 那都 不知道他的制度偷不偷命 我又覺得 怎麼說呢 其實頒獎呢 就一向 全世界都是黑幕連連的啦 是 就是這些 無論任何的選舉 無論是羅仙選舉 香港選舉 都是黑幕連連的 唯獨是中共的選舉 是光明的 100%透明的 你是不知道他還是做馬的 是 大家 就是那個 很真的嘛 是因為真是假的 是的 而其他的選舉你是不認知的 是真還是假的 你不知道哪一塊真哪一塊假的 但是唯獨大陸就很明顯地告訴你 但是告訴你 是 我已經連那個來歷都露出來給你聽了 你不需要我下想的空間 他就已經知道結果了 已經 是的 你說機制不透明這件事呢 我都可以 作為一個 常識社會人呢 我是可以 接納到這種 必要自惡的就是 是 還有 還有一個 其實 這個獎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 其實 你要獲獎其實 相比起個人能力來說 其實事務所 對那個星優的 那個肯定價值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其實 還有事務所的班底有多強又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 從2006年到2016年的數據去統計來說 其實 那麼多間事務所 其實八一事務所和清二是 要做 拿這個獎的比例是最高的 八一事務所的比例是達到 12.25 在那麼多間事務所來說 它是接12.25 12.25 即是 十年之間 十幾年之間 他這樣成了 喂 你拿得那麼密 那有些 你現在做了十三屆 現在做了十三屆 他12.25% 他拿獎的比例 不是全部都是 主演獎呀 助演獎 但是一有獎一定有他的份 喂 很離譜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獎和事務所的 班底的力度有多強 八一和清二可以說是 這個星優事務所 已經是兩大元老 是 而彭先生第三就是 I am in the play 第四呢反而是 先是 I am in the play 的 的 母公司 I am in the play 的母公司叫什麼 an 那什麼糟糕的 我不記得的 是 其實正常的 I am 比較叫做走偶像路線 所以在這些獎投放的 我心機是會比較重的 你就會看到這個獎其實 有獎勵固然都可以說是有實力 但是沒有獎勵 不代表是真的 不值得力 不過是可以說 你的事務所 不夠其他的事務所 那麼大派 對 對 其實星優背後事務所 那個 夠不夠大聲 都很有關 有點像明星 明星的事務所 都會影響到明星的 有沒有說話 那樣東西 向來都是這樣的 但是不要太誇張 喂大哥十幾 十二% 你現在只有十三屆 你這樣有十二% 即是你幾乎每一屆都有獎 那會不會太離譜 那這樣也太過分 那就不要做 就是那句 大家現在出來社會做事 都明白 是有一點做馬成分 有一點點可能是 是你們圍內 針了出來的一些結果 大家都預料了 但是不要太過分 現在這樣十幾% 也未免太離譜了 聽起來都覺得 我沒什麼留意 開這個獎勵 我這樣聽起來都覺得這個數字 有點過分 就是不要這樣 大哥 咦 但是 鹽產品都 拿得少嗎 鹽是拿多少 我要看那個圖表 才知道我要 我立即 鹽是拿2.4的 就是 第八位 排第八位 三巨頭 他排第八位 是啊 就是三巨頭是 鹽產品 這個清二和八一 是 你可以說 沒有那麼積極 沒有那麼積極 在這個獎勵 而說到沒有那麼積極 最不積極的 那間 事務所 就是 很悠久的事務所 就是 大澤事務所 是 大澤事務所在這個獎 其實 這麼多年來 在這十年裡面 其實 只有兩個人 是拿過獎的 好像是 是 是啊 就是 真是以大澤 就是有些 以前 叫做過檔去 未過檔去大澤 之前拿過 但是去完大澤 其實之後 就沒有拿過了 有些就是 而真是 用大澤的名義 去拿獎 這麼久以來 是只有 鄭厚宇鄉 和花澤鄉 再去拿的 而鄭厚宇鄉 當年 是 第幾年 我忘記第幾年 他是拿這個主持人的照片 而花澤 就是 拿這個 女在影照片 但是其實 大澤 一直以來 有個說法 就是 我們大澤 大澤事務所 是不會參加 這些小圈子遊戲的 OK 這樣說的就是 因為其實 我 細心搜查 終於找到一個 比較可信的說法 就是 為什麼有這種 這樣的說法出現呢 就是來自花澤 不是 喜歡花澤的人流出來的說法 當然要 直接說花澤 啦 我覺得 我覺得 不會有人反感的 這個 無所謂 是 環保 因為其實 有一兩年 花澤 又不是突然 很想爆撞 好像 好像 阿羅羅琳那樣 套套戲也有他的 是啊 是啊 很懂啊 又是花澤 花澤 花澤 但是 倒幾年 一二和 一三 年 就 倒幾年 叫做 很想爆紅的時候 也叫做女主要的時候 其實倒一兩年 他都叫做多女主要 但是反而倒一兩年 其實他沒有拿過任何獎 就是由 倒一兩年之後 就開始 就有一個說法出來 就是 因為我們大閘是不會參加一些小圈子遊戲的 所以呢 我們武將是很冷靜上的花澤 但是呢 很迅速地 在一四年就打了一面了 因為一四年的花澤 就是 在 平等一四年 平等一四年 的聲鼠獎 他就把 拿著女主要 而 他就是 有很多的 不是叫做女主角 但是 是 第二角色 到時候他就拿很多 就是 把 拿著女助演 所以其實 大閘就不是說不參加這個獎 而是 是不積極策略 所以因而言他拿獎的機會性是比任何一家事務所都要低的 是 公司可能沒有怎麼爭取過 可能他扔一個人過來 你覺得他OK你就給他獎 其實大賊 我周知他是有這麼多間星優事務所 官網是最會簡陋的 小學生網頁都笨著 官網 官網真的很簡陋 沒有東西看 真的只有公告 沒有照片的 好像小學生網頁 星優的Twitter可能比他更多 他最近 而且他是 他是出名不會搞SNS的 最出名和禁旗下 用社交軟件來公司 但是這一年 有些人告犯 我留意到有些人 那都要面對現實 你不用社交軟件 你很難再 很難 難道只靠廣告的宣傳嗎 不是啊 不是啊 這個就是大賊的做法 我們靠實力來分勝負 但是現在我留意到有一兩個都會用IG 開一下Tracker用 嘩 我剛剛開了他們的官網 嘩 很乾淨啊 對呀 官網好像小學生網頁 這樣說 其實不止這一兩年 其實花澤就用了Tracker很久 不過花澤就不是個人名義的Tracker 是他偷雞的 是他的節目 是他的廣播節目的Twitter 但是他就在那裡說 他就當自己 當自己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鄭烤月鄉也是 鄭烤月鄉也是 近年日高突然間 自己開過給自己用 不知道為什麼日高就開過給自己用 OK 這個大賊事務所和升優獎的 非文 就澄清這個非文 OK 他不是刻意杯葛 他只是不積極 是不積極 但是目前的情況就是 有些不透明的選舉標準 本來可以回一聲吞掉 誰知道 這陣子出來的結果就開始 開始到之後發覺 第十一屆就特別離譜 而且有件事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覺得 問題就是 新人掌握我覺得 連連都是出示 最明顯的重作位 他不是說不抵力 就是開始越搬越隨便 好像搬到十大中文金曲 這樣分豬肉 就像以前 男女新人一個 開始搬到兩個 兩個 三個 開始搬一下搬一下 男女過三個六個 就是搞到獎 好像越來越分豬肉 不值錢 一搬到一個地步 就是人們開始說 為什麼這傢伙是新人 其實是不是新人呢 我看過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第十一年 其實有些好像很過負 就是小澤亞利那些 就好像做了很多年 但是其實他好像有一個標準 不知道五年以內 小澤當年其實 叫做 最後一年剛剛摘價 就還拿到的 但是其實因為到 投票的時候 他有個指 就說是五年以內 但是 實際上 你投票的名字 其實沒有走死你的 你都是 公眾投票 都是照寫的 可以 可以 任投的 就是 到最後 有沒有修選 有沒有篩選到 就不知道他 哦 OK 但是 總之 總之 觀眾 就是觀眾投票 說是 哦 那他就是 其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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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 那些人說說 阿拉斯的義工和也 有一年又是 配了一套 劇場版動畫的時候 就是 有人投票 投到他 投十名以內 就是沒拿到 但是那個票數 是十名以內 就是 在新人那裡 哦 我記得 他是不是配薩洛斯那次了 好像是 記得了 OK 繼續 就是 最大的問題都是 我覺得 越班越多 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都是 是 上年 就是 六個 去拿新人獎 是 在圖上面 六個新人 就 有點噁心 我會覺得 標準 標準就有得咬 但是 這樣 獎項的 通脹 就有點 有點過分 這個獎 其實我覺得 是因為這樣 8-1才拿到這麼多 哈哈 8-1拿這麼多 也是在這裏洗回來的 也是拆回來的 是 在西人獎那裏拆回來的 就是 沒有理由 就是 那個獎 也發覺阿雲 每次都給你一些大獎 今次 金戒給你一些小獎 其實 你這樣拿西人獎 去拆一拆 就是叫做 因為 你拿完獎 又有得上雜誌 又見報 其實 那個名氣 是會好 那個名氣好 對你日後接觸 是會容易 是 所以 拿這些獎 其實 肯定固然 是一個重要的 其次 就是 要拆名氣 這個是很重要的 之後帶來的宣傳作用 是重要的 是的 因為 其實今年 在西人獎 其實 你會看到八一是有做事的 那 純粹我講到這裡 就去到下一節 就講到 究竟今年的獎 其實頒 那個名單 究竟 逐個逐個講 其實有沒有問題呢 嗯 是的 是的 你一節先 OK 我們還有 繼續講的 OK 那這節來到這裡先 我們下節 再講一下 這個聖偶獎 其他的一些 可以講的地方 我們下節繼續